第一白银榜7月20日训,7月19日啊,2018年财富世界500强榜单正式揭晓,中国企业上榜数量达120家,仅比美国的126家,与其他国家相比。 从数量上看,2018年,中国上榜的公司达到了120家,数量仅次于第一名美国126家,院超第三名的日本52家。 从收益上看,今年上榜500家公司的总营业收入近30万亿美元,而中国的总营业收入达到39.6万亿元人民币。 上榜的500家公司的总利润达到创纪录的1.88万亿美元,平均利润为37.6亿美元,而中国公司的平均利润为31亿美元。 此外,银行继续是中国最赚钱的行业,中国十家上榜的银行,平均利润高达179亿美元,高于美国上榜的八家银行平均利润96亿美元,而中国这十家银行的总利润, 更是占了111家中国大陆上榜公司总利润的50.7%,从产业构创上看,世界500强中,美国的500强企业,在不同行业之间的分布更均匀,是各个行业高度市场化的竞争结果。 但与之相比,中国企业的产业结构扫折,明显面临巨大挑战。 作为参长,2018年美国大公司中没有房地产,工程建筑和金属业链企业。 却在IT,生命健康和食品相关等领域存在众多大公司,中国正好与此平成反差,尤其在卫生健康食品批发,保鲜管理是医疗,食品生产杂工,娱乐等与人的生活和健康密切的产业里。 有美欧、日本、巴西等国公司,中国却没有任何企业上榜。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上榜的房地产企业均来自中国,包括中国恒大集团、绿地控股集团、万和、碧桂圆、项羽集团等,与过去自己相比。 从数量上看,中国公司上榜数量同理增加了5家,也就是从115家增加到120家,已经保持了连续第15年的增长。 值得一提的是,有13家中国公司首次上榜。 他们是,昭山菊集团、雪松控股、项羽集团、眼眶集团、安钢集团、首钢集团、伟创集团、台湾中油、中国太平保险集团、富邦金融控股、太康保险集团、河南龙原化工集团和青岛海儿。 新上榜中国公司最多的行业是保险。 从收益上看,比较近年来的数据,上榜中国公司的销售收益率和净资产收益率两个指标处在下行同道上。 2015年,上榜中国公司销售收益率和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5.0%、10.7%,而这两个数据到了2017年分别下降至5.1%、8.9%。 从产业构成上看,近两年来,中国互联网巨头逐步进入500强。 即2016年,京东首次进入世界500强后,阿里巴巴和腾讯于去年双双上榜。 今年阿里巴巴、腾讯、京东进气速度飞快。 从互联网行业来看,美国有先发优势,但中国进步省速,大有后来居上知识。 不过,尽管互联网行业巴架势头洗人,占全部上榜公司的比例还是很小。 此外,国内巨物爆企业仍然高度集中在少数行业,比如房地产企业。 2012年,商榜的房产公司只有32家,落后于金属、机械设备器材制造和批发零售三大行业,只能排到第四。 2013年,改超了批发零售行业,2014年排到了第二位,2016年改超金属业,成为500强入围企业数量最多的行业。 从去试图可以看出,机械设备、器材制造的商榜企业数量持续下降。 这与中国的劳动力同力消失,制造业电单流向东南亚的有不小关系。 理论上,这是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优化的机会,但制造业巨头的萎缩,流出的市场空间,却被房地产行业占据了。 此外,像第三产业之一的批发零售业,这些年500强的入位企业数量,也在持续的减少。 另一个三产,商业银行民事产不开放,也无法吹上更多巨头。 进步在哪,差距在哪,进步很明显。 以数量增加,自1995年才赴500强排行榜,同时涵盖了工业企业和服务性企业以来。 中国是上榜企业数量增长最快的国家。 二,进步审速,500强榜单中排名月升最快的前十家公司中有八家都来自中国,其中上升最快的是中国的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月升175位。 差距也很明显。 以往2018年,入榜,美国企业所处产业结构,是后工业化时代的无产业结构,而入榜,中国企业所处产业结构,还只有工业化阶段产业结构特别。 二,中国银行仍然是借助自身垄断经营优势而获取超额利润,之间阻碍实体经济,以及其他产业发展。 三,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占据比例仍较小。 总体来说,中国企业正在快速发展,入围数量增加,进步也省速,但仍能明显地看出差距所在,特别是产业结构上的问题。 第一白眼我相信,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提升,我国的企业最终能够完成量大致的改变,步步高升。 世界500强完整榜单,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访问TTnews.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